台东县的长冰箱长光部落阿美族艺术家拉菲少马 23号下午和两个朋友下海打鱼准备祭典的渔获 不料到晚上都还没有上岸 亲友急着赶快报警 暗巡人员搜寻了一整个晚上 在今天清晨6点半在距离岸巴市场北边100公尺的地方 巡获他了不过已经明显死亡 台东县长冰箱长光部落今天举行海激活动 在昨天下午3点时 部落一名木雕艺术家拉菲少马 与两位友人下海准备祭典用的渔获 三人原本是约好千黑钱就要上岸 结果却迟迟等不到拉菲 而他的朋友们就赶紧报案求援 有几棒海技的关系 拉菲卡棒已经准备三天 就是要下水去补鱼 很不幸就是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结伴的三明龙的兄弟 他们在污点的时候发现 拉菲都知识没有上来 他报警之后我们才不来搜寻 根据了解年约40岁的拉菲少马 是名木雕艺术家 是长光部落的素人艺术家 作品也呈受邀到国外展览 跟陈参与多次的大型艺术节 海巡警消雨部落青年在事发海面 案记来回搜索 直到今天清晨6点半在距离事发地点 北边100公尺处巡货 由于被救起时已经明显死亡 究竟是游泳时水温太冷 还是体力不知溺水 将由检警相关调查 记者杨子轩厂冰箱报道